欢迎收听MoneyDJ台经新闻 第一线记者带你看懂 产业大小事 哈喽大家好我是燕霞 相信所有听众对禁灵排放这个名词不陌生 2050年几乎全球的主要经济体都要达到禁灵排放的目标 那最近几天我有看到报纸 国内的环保署也已经公布了企业碳盘查 减碳规划的三个执法 那紧接着第三季呢 国内的探权交易所要挂牌了 十月欧盟也要开始实行科征边境的探税 那我自己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我有一个生医的厂商去参加一个国际的医学年会 他是做这个叫做监测盛病会恶化成为 血液透析患者的这样的监测产品 然后里面有一套有一个就是医学年会里面 有揭露一些数字是说 他这个监测提前让人家不要进入 肾病血液透析的这个产品 能够协助全球减碳多少量 所以这个减碳这个议题呢 可以看到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不仅所有的企业都要开始进入减碳的轨迹 减碳的揭露 包括我们所有的资本市场呢 这个应该是一个不能够被忽略的议题 那今天呢 邀请到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大来宾呢 是资程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黄青眼会计师 那会计师在资程事务所已经服务了将近20年 而且最重要的呢 他是再生能源组主要的成员 所以他对这个议题呢 是相当的熟悉 先请大来宾跟我们大家打招呼一下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讲这个题目之前呢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碳 就是进入这个碳权的时代 碳交易的时代 其实有很多的名词 其实是傻傻分不清楚耶 所以一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先帮我们名词做一些科普 包括说我们刚刚讲到 碳费 碳税 碳权 碳会 所有碳的东西都来了 那可以先帮我们用 要注意哦 是白话文解释一下 好 没有问题 我想是说 各位可能比较耳熟 我想应该叫做碳级 碳级这两个字应该比较熟悉 那这个减碳这个部分来讲 我觉得要先让各位听众有个概念是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其实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减少 我们的温质期的排放 那为什么减少呢 其实说我们要把这个排放源 也就是二氧化碳给它一个价格 那给它一个价格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说 你减多少的碳 等于你是减多少的成本 它有一个价格在的时候 会鼓励企业或民众呢 去做相关的减碳的活动 它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碳怎么给它价格 音乐上我们给它一个名叫碳定价 那碳定价呢 其实就包含刚才主持人所讲的 就是可能有碳费 碳税 或者是碳权 那这三个东西基本上来讲呢 你可以理解成是说 什么叫碳费 就是我今天缴了这个费用之后 你政府会协助我 提供一个服务给我 就好像我的费用一样 所以它是可以专款专用 就有点像是水电费 我使用了什么 只要缴一个费用的概念 对 没错 只是它会有一点特别是 你是因为碳牌比较高的情形 你需要先缴一个费用给政府 那个叫碳费 那接下来政府就要来辅导你 怎么去改进 因为目标是要减碳 目标不是在征收那个碳费 那什么叫税呢 税大概可以理解 像是我们我刚才五月结束 我们缴的银地世界索楼税一样 税的话是每个人一起缴纳 但是它政府提供的服务 不见得会在你身上 举例比如说 我们很多的税收 会在铺路造桥 很多公共运输的这些设施 那你可能不见得会用到 但是你还是有缴相关的税费 所以税的概念是 付钱的人不见得是被服务的人 是 不见得是使用的人 对 会是这个概念 那拉回来一点是说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 预计可能明年会实施的 这个机制叫碳费 碳费 我们可以理解是 未来我们讲这个钱的环保署 理论上它会有效来运用 协助更多的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 来因应这个大环境的一个趋势 跟怎么去应变 那简单来讲 还是要能够 整个台湾的企业 企业加人民一起来减碳 然后来协助台湾 能够达到2050 进领这个目标 概念上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那什么叫碳权呢 碳权这个部分就有点小复杂 它大概分两类 一类我们可以理解 它叫强制性的 另外一类叫自愿性的 那什么叫强制性的 也很简单 就是说今天政府开始会要求 说某些产业 我希望你配合我的政策 你每年要减量多少百分比 是 那表现好的人 我就给你权利 表现不好的人 我就希望你去买这个权利 概念上会是这样 了解 模范生就会拿到一个权利 对不对 对 就像各位可能以前在小时候 念书的时候 模范生你就有一些奖品 对吧 那如果当然你考不好的话 在我那个年代 可能你就会有一些 我们这个就有一些处罚 概念上是这样 只是以前的奖励是 老师 会提供奖励给 但我们这个探权的 其实说不是 你的模范生的奖励 是从这些表现不好的人 征收来的 了解 好的模范生 他拿到了一个探权 那这个探权就是卖给 相对表现比较不好的人 没错 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强制性 因为它是政府规定的概念 但是其实我们就发现 是说 那我是不是只要有 受到法令规范的企业 要减探就好了 那其他没有受到规范的呢 或者是说 可能我有一个很好的场地 我可以去做一些 比如说种树植林 或者是我去做 这个太阳能的 再生能源的开发 其实这个对外环境都很好的 那我怎么鼓励这些人 能够参与这个活动 这个时候就提到 自愿性的探权的产生 如果他自己在 净林排放上面 有自己的志愿目标的 也是可以的 对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那可能现在 可能有些 这个中南部 他可能有些土地 是荒废的 或者是林地 他可能是没有去整理的 那当然他可以经过 这个重新做 植栗的改造 或者是说 在原本的地上去种树 那基本上呢 他就可以取得 这个所谓的 志愿性的探权 探权 那志愿性的探权之后 他在做一个合理的 这个交易平台上出售 给需要 这个志愿性探权的企业的话 他会有达到很多的好处 第一个 你会变相会补助 这个所谓的去 产生志愿探权的人 请他们多多 把他的资源拿来做 这个减碳的活动 是 那第二个是说 那我企业也拿到 志愿性的探权之后 他可以将来探权排放 那可能未来 不管是政府的要求 还是是供应商的要求 他都可以去 符合他们去做一个 减碳的活动 甚至也可以达到 自己的减碳的目标 所以概念上是说 志愿性探权 他是为了协助 这些受规范的 受这个强制性探权 所被要求的这些企业 能够达到 他的减碳的目标 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机制 叫志愿性的探权 大概是这个一样 那以我们台湾来讲 其实我们可以 刚才有提到 明年的2020 会有探费的征收 那我相信不久的未来 其实我们应该也会有 这个所谓的 我们叫总量管制 就强制性的 这个规定会出来 然后相对应之后 我们就会 陆陆续续 就会有我们台湾的 这个localized 这个 强制性的探权产生 那相对来讲的话 那为了这个探权的交易 其实我们的探权交易所 就主任刚才有提到 其实应该就很快 也会开始成立跟运作 那你自己在辅导 这个企业 在做这个 就是探交易 这个净零排放的 转型的时候 你自己有没有遇过一些 比较有趣的例子 比如说企业主 最常问你什么问题 好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这个 严肃的问题 然后因为是说 这个我们也都希望 以我们资产的 这个专业知识 去协助客户 去达到他的目标 但是我会都会希望 客户先理性一个事情 是说 第一个 你的目标是什么 因为没有目标 我们怎么达成 好 那第二个是 那你有目标之后 你要不要先了解 你本身 你自己本身的 碳排量是多少 你到底要因应 谁的要求 好 那接下来就可以 定定所谓的 分阶段的 这个 短中长期的目标之后 才能够去 协助企业去做 就达成 所以呢 我会 我的经验是说 当我们在谈 探权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先回过来 一个本质上的问题 第一个 你企业一定要先 了解 要去做碳盘查 知道你的碳排 主要是从哪里 产生的 这个对企业主义来说 容易吗 他们知道自己的碳 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我觉得 听完原理原则 它是很容易理解 一个逻辑 那当然你要怎么计算 还是要专业的人士 来验证 来查验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因为碳呢 它基本上是一个 温室气体的一个代表 的一个名词而已 那简单来说 其实就是你在 不管你的这个工厂运作 不管你是直接的 或者使用能源 还是你从工艺上 买的原料 那这个部分呢 它陆陆续都会有一些 所谓的能源的消耗 能源的消耗 那你就把能源的消耗 把它减少之后 基本上来讲 你就可以宣称 你的碳的这个足迹 就可以下降 那这个概念 就是说 有点像是怎么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 很多年轻人 都需要做 体重的控制 那我们怎么减肥 我们怎么做体重控制 减糖吧 最近我也在做这件事 对 没错 那你怎么减 你当然会知道说 那我可能 没有减之前 我可能一天 要喝两杯这种奶茶 然后呢 因为工作压力大 可能晚上加班什么 我还在吃个宵夜 对吗 所以你要先了解 你的饮食习惯之后 会计师 这不会是你的生活吧 哈哈哈哈 这已经直入到 我的这个生命里面 所以不是太难的事情 对 所以概念上还是很像 其实 减碳这个东西说 我要怎么样 让我的能源少用 所以你就要先了解 能源你是怎么使用的 包含了电力 你的燃料 甚至是说 你在生产过程中 你可能用到其他的一些 可能会用到的能源 你要先盘查出来之后 那怎么减 也其实也不难 就几个方法 第一个 少用 那你怎么少用 你就要涉及到 公司的设备的态换 因为生产过程之中 你如果设备没有 态换更新的时候 你要用的能源 或者是燃料 它是一定的 对 太老旧的一定排炭量 是大的 没错 对 所以这个部分 但是对企业的这个 初期的资本投资金额会比较高 所以相对来讲呢 它就不是那么优先 去做这个事情 对吗 那再也认为说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换 比较什么低碳排的燃料 来取代 那这个东西 以电力来讲 其实大家都很熟悉 对 我们电力的产生 可能是可以 这个烧煤 那当然比较干净的话 我们也是二氧化碳 不是 烧天然气 对不对 那现在还有这个 一般的再生能源 对吗 所以呢 其实你买再生能源 其实就是有一点像 你买比较干净 低碳排的能源 来做替炭 那简单说 如果还是回到 我们饮食控制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 我可能以前是要吃三碗白饭 我现在吃什么 吃蒟蒻 对 取代性的 对 一样有饱足感 没错 你一样可以满足 你一样可以工作 但是你相对 你摄取的这些 就是所谓的不好的东西 会比较少 所以就是再生能源的替代 就是这个概念 对 所以不是太复杂 那第三种就是说 怎么样 这个让我们的效率比较提升 比如说 那我以前 可能我机器 我要开关好几次 我现在怎么去减少 其实就是说 我们理论上 还是要回过头来 先去把这个东西 跟客户厘清楚之后 然后才能够往后走 那如果你一开始 就直接谈到什么 探权家庭或什么的话 那其实我会觉得 这个就是 因为那是叫解决方案 你还是要源头 来谈这件事情 对 那当然其实我们最近 比较常被问到的 就是所谓的探汇这件事情 是 对 那尤其是说 很多的企业 他可能有些领利 他说那 这样子 我本来就很多森林 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探权 的话 那探权的话 那其实基本上 其实对企业 形象有改善 然后对地球环保有帮助 再来当然也可以有一些收入 跟补贴 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 但是森林的探汇 他要怎么变成探权 其实他相对的 还是要经过一个计划的提出 经过外在单位的查验 然后才取得了相关的 这个资源性的探权 那之后呢 才会去做一个探权的交易 但是也老实的跟各位听众 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说 探汇 就是重数取的探权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如果你单就只看 这个资源性探权的价格 通常是不划算的 对 因为资源性的探权 其实是不如 强制性探权的价格这么高 没错 对 我觉得主任 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例 就是说 强制性探权 为什么价格比较高 因为它的需求 一定要买 对 没错 而且你看 就像以前我们考试一样 我现在考六十分的人 可能很多 我考七十分的人 越来越少 八十九十一百 所以这些所谓的表现不好的企业 理论上的一样 它越来越多 是 表现好越来越少 所以相对在供需的情况之下 它的价格就会拉高 所以我们就会理解 那为什么很多 我们在检讨一些探权的价格的时候 欧盟的这个探权的价格 就非常的高 甚至它突破一百欧元 是 非常非常的高 对 但自愿性来讲的话 因为它的供给 跟供给可能会陆陆续产生 但需求不见得那么刚性 对 所以相对价格会比较便宜 对 自愿性探权 有点想像是一种做形象的概念 强制性探权 就是法律 就是规范上面 就一定要你买 所以它是刚性需求 另外一个有点算是 刚性需求以外的需求 所以它价格就没这么高 那我自己 之前跟快适师聊的时候 好像也有提到 就是其实 电力是很多企业在排碳里面 就是应该说用电 是很多企业在排碳里面的 大的大项目 对不对 所以其实 有时候你们也会建议一些企业 做一些很简单的省电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方法 就让它达到减碳的目标 对不对 没错 其实我们去看一个企业的碳排的 一个组成来讲 那你可能各位有听到 就是说有分为 什么范畴一 范畴二 范畴三 去计算一个企业的总碳排量 那简单讲 范畴一就是 你自己直接产生的碳排 范畴二呢 就是你使用电力产生的碳排 范畴三就是间接的 包含你的供应商 什么叫供应商 就是说你买任何的产品 它的碳排也会算在你身上 而且听说 如果说供应商来拜访客户 他开的车是什么车 这个也要计算在范畴三 碳排量里面对吧 对因为这个都会影响到 那个这个供应商 他自己本身的碳排是多少 OK 那当然其实以这三个来讲的话 其实范畴二 就是电力的使用来讲 一定是企业来的碳排 最高的一个来源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是说 那为什么政府在订阵这个时候 会先希望先从政府 去用再生能源发电 这个原因就可以理解 就是我先从碳排最高来源 先去下手 它的效果一定是最有效的 最明显 没错 对 那在当然在这个电力的 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你就除了购买再生能源之外 那当然现在其实 不管是企业还有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能源管理公司 或今天的公司 它其实也会提供 很好的solution 是 来帮你什么 帮你去 厘清你的用电的习惯 用电的这个尖锋低锋 然后呢 去协助呢 你去做一个能源的这个减量 那其实回到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如果用电量 能够直接减少的话 其实你也不需要买这么多的绿电 对 就是根本的 就是开源节流的概念 你先节流嘛 对不对 先至少减少自己的电力使用量 那你要购买外购 这些绿电的需求 就会变得比较少 那如果以后这个碳 都是有价格的 所有的碳费跟碳税 都会变成企业的成本 对吗 这个部分的话 到底你们自己在看说 对于未来公司的盈余啊 或者公司的整个毛利率 会有怎么多大的影响 好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是这样看的 因为从名词上来看 一个叫碳费跟碳税 所以不管怎么样 最终它一定会变成成本或费用 这个是可以理解 那这个部分呢 我带一些素质 让大家有一些感觉 就是要对企业的impact 冲击是多少 那我们来谈一下 我们可能明年会开始 征收的碳费来讲的话 目前所公告出来 这个征收的对象会是 年碳排放的 碳排量是2.5万吨 我插了个话 2.5万吨出来的时候 蛮多企业都 哇 这个算低门槛 很容易就超过了 没关系 它有限产业 它有限限产业 一个是电力产业 第一个是制造业 那如果不是在这个产业 你可能可以先松一口 但是话说回来 为什么限电业跟制造业 因为这两个产业 其实碳排相对是高的 是 那2.5万吨的概念 我们先不管是多还是少 我们就用价格来换算好了 其实我们在台湾的这个碳费 最早的时候 我们有曾经可能有听过 就是这个1吨CO2的话 大概100块台币 是 2.5万吨100块就是250万 对吗 那最近其实也有一些 这个 这个 有人提出是说 那可能这个价格太低了 甚至说未来我们会知道是说 可能假设产品你会 出口到欧盟去 有可能会被征收到所谓的 欧盟的碳边境关税 边境关税 对 那你要去那边 你要去欧盟缴的碳边境关税 但如果你在台湾有被征收 碳费的话 你另外可以去扣抵 碳边境关税 所以也有人是说 那为什么我台湾的碳费 不定高一点 干脆缴到台湾还可以 对不对 对 然后 家汇国民 那环保署说完之后 他可以做出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帮助他那些 更早去做我们叫 绿能转移或减碳 这个活动 其实是好事 这是好事 好 那价格上 我们举例来讲 比如说有人会提到说 可能我们现在可能要 这个 这个 一吨的CO2可能要500块 那500块的概念 一年就是1250万 那如果我们就 再谈高一点 比如说是3000块 那是100块 美金左右的话 那就是一年就 7500万台并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 一件事情是说 这个碳费的定价来讲 其实 我自己的看法是说 我们还是要回到 一件事情就是 企业的获利能力 跟应变能力 以及 台湾政策的目标 会是什么 如果我们一昧的 就是说因为 我可能未来会有 什么的情形 我可能在欧美 要缴碳碳边关税 那与其缴在国外 我都不知道在台湾缴 那然后我 假设我台湾的碳费 定的太高的时候 会有几个问题产生 第一个 可能刚才提到 因为最多可能一年 是7500万 是 企业就要缴给 这个环保署 或政府去做 那对企业的影响 是比较大的 但是你现在回过头来 假设我一年 就算是这个 好 就缴1250万 就是假设我的价格 是500块钱的时候 相对企业是可以什么 有一个激励效果 那他有时间去做应应 因为我们的目标 并不是 就是说 因为我要 在国外缴比较多的费用 我就在台湾缴 我觉得这个 跟我们的目标不太一 我们目标是要减碳 对 然后企业并不是 一下子就可以 马上去做应应的 因为刚才有提到 有很多很多 前置作为跟规后要去做 所以我会觉得 应该是一个 比较是一个 这个 循序道举的一个角度来讲 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或许给企业一些时间 那我们的费用也不用太高 让企业能够有一个 这个激励效果 缓冲取做应应 去做反应 对吗 那老实讲 你当 你给接一个缓冲期 他去真的把碳 节省下来的时候 他接下来碳排低了 就算他要出国 我到欧某去 要讲碳边缴关税 也少了 因为我碳排就少了 对 对 所以这样子可能会是 一个比较好的概念 不管是说 你刚刚提到 1250万 或者7500万 那有没有说 譬如说 他可能是说资本额 或者说他获利能力 低于什么样子的水准的 这些企业可能需要比较小心 譬如说他本来的毛利率 就不高了 然后再磕这个税下去 或是他本来获利能力 就不高 再缴这个税下去 你们就会提醒 这样子的企业 是要特别特别注意 这样子的趋势 那我们应该回来 看几个问题好了 应该是说 因为企业整个的 这个获利能力 当然这个企业规模 有大有小 其实这个东西 是很难这个一概而论 但我们可以理解说 那当然台湾的这个 所谓的环境 或政策的影响之后 假设台湾的影响成本变高之后 而以至企业利润下降 或许企业也会选择 就是出走这条路 也说不定 OK 那就可能就又再 找寻一个其他 可能成本比较低 或者是说 这个碳相关的规范 比较不健全的 一个地方去走 也说不定 应该是这样 但我们来讲 产业来看这件事情来讲 应该是说 我们还是要 有一个概念是 今天这个产业 它并不是一下子说 很多产业都会受限 所以我们还是要 很认真去谈一件事说 你是 因为什么样的规范 然后你是不是 在这个规范的产业里面 所以举例 比如说我们要谈的是 台湾的碳费的话 那刚才提过 就是2.1吨一年 然后是电力或制造业 但是如果你要谈的是 出口到欧盟去的 碳边境 关税的这些产业 它可能就是像是 这个水泥 钢铁 驴 然后有肥料 电力跟塑胶 等等的 所以我会认为说 你还是要依据你的产业 面临的什么法令规范 再去依据你的法令规范 去计算你的碳盘 计算你未来可能会被 增收的 不管是边境关税也好 或是相关的碳的一些成本 估算出来之后 你才知道 你应该先要做什么action 去降低这个impact 这个是比较务实的概念 那老实说 如果有些 你现在说 那我公司刚好不在这个 受限的产业里面 我好像可以松一口气 这个部分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个我们的客战的范围 一定是有小大大 对 以后就是不事不报 终会来到 就我们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是希望整体的 台湾的减碳部要达到 所以这个是全民的事情 对嘛 那当然它会先作为 高碳排的产业 去做约束跟拘束 但是这些减碳 也只能够减到一定的量 对 所以终究来讲的话 可能相关的产业 都会被影响得到 那就算你的产业 并不在这些客战范围之内 你有可能你的产品 是别人的原料 你会接受客户的压力 对 客户有可能把这个 转嫁给你 对不对 就客户来讲就是说 他会选择一个 产品比较低碳排的 对 的这个公司 去进口这个 它的相关产品 因为刚才提过 这个供应商的碳排 理论上的计算的时候 它会变成是你自己的 碳排之一 所以理论上来讲 就像我刚才谈的时候 电力来讲 我可以选择再生能源 去降低我的碳排 那我的供应商呢 我的原料怎么办 我当然可以选一个 一样的产品 但是他公司有做得 很好的ESG 或者是很好的减碳 那接下来的话 他的碳排影响 我的impact就相对会减少 是 对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 老实说 如果企业能够有适合的 这个适合的时间 去做营营的时候 不仅是能够降低 未来这个 不管是碳费 碳是对你企业的影响 甚至可以增加你的竞争力 是 我们在谈那个碳费的时候 有提到就是 范畴一 范畴二 范畴三的部分 会计上是之前 也有帮我们解释过说 基本上目前的碳费的 科增这个顿数 就是我们二氧化碳 排放的顿数的部分 目前是整个三个范畴 都要科增吗 还是说目前 国内规划的方向 会是怎么样 目前就得到了资讯来讲的话 当然整个完整的 这个碳费的 征收的细节 跟科增还没有公开 所以老实讲 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 到底是不是只有 范畴一跟二 那有没有包含范畴三 这个目前是不知道 但我们可以理解 一件事情是在于是说 理论上讲 范畴一跟二 是一定会有的 对 一定会有的 那相对来讲 我也举几个例子 因为范畴我刚才有提过 反正你就可能是 这个节能 那或者是你买 再生的人就可以 解决的 但范畴一怎么减 范畴一这个事情呢 我以我们公司来 来当例子 来谈好了 就是说 我们公司现在来讲 其实就会有 就是希望员工在出差的时候 尽量能够什么 比如说 你就尽量搭 这个 大众运输工具 大众运输工具 或者是这个 做电动车 对 OK 然后呢 可能未来 这个如果 同仁如果需要买车的时候 尽量是买电动车 了解 对 那当然这个部分来讲 其实就是说 未来 你的范畴 要怎么去减 尤其是像我们是 专业的这个 会计事务所 其实我们最大的 就是 人员的支出 跟电力的支出 对 那像我们公司来讲 我们当然也有 买再生人员 我们甚至也有 买国外的碳权 那对同仁来讲 我们会经过 很多很多的 这个行为的改变 然后需要能够 让我们的这个 移动的这些的 这个才能的 碳足迹或碳盘 能够下降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是说企业现在就可以来 来思考 来做这个事情的 那我相信 其实以现在的 这个员工来讲 我们的员工同仁来说 也都能够会的 要响应这个 节能减碳这个目标 而把自己的行为 去做一些改变 他们都非常热议 那另外一个部分 碳税的部分 其实是摆产品科征的部分 然后大家也很好奇说 到底碳税 它是怎么样 计算这个价格 上次会计 好像也有帮我们解释过说 它是用什么样子的概念 去计算这个碳税 可以再帮我们 跟听众解释得清楚一点 好 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是这样讲 就碳税来讲的话 我们目前 台湾的这个概念来讲 并没有提到说 什么时候要去征收 或者要不要去征收 这个事情 好 那我们回过来 谈一个问题 就是说 刚才有提到 所谓的 欧盟的碳边境关税 就是Sea Bank 那其实它 原则上来讲 它可能也会 规范是一种 用碳相关的 这个税 那碳边境关税 基本上 它的概念是说 因为 它的原则上 是要减少 所有的碳泄漏 什么叫碳泄漏 就是说 今天如果我一个企业 一样是在 欧盟境内生产的时候 我除了既有的成本以外 我还要再附加 欧盟相关的 碳定价 产生的成本 但是可能我在 这个假设在台湾的企业 我可能只要一般的 营运成本就好 我不用负担这么多的 碳定价 相关的成本的时候 就会产生台湾的这个 公司上的产品 价格的成本比较低 就相对比较竞争力 这个时候就产生 所谓的企业上面的这个 竞争上面的这个差异 对不公平的竞争了 对好 那这样怎样 可能就会有一些 会迫使有一些 这个公司 他从欧盟就往外移出 那往外移出之后 他反而在境外 他可以更大肆的去做碳排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基本概念就是 这个叫碳泄漏 好 叫碳泄漏 那我们怎么去 恒明这件事情 就是说 当你今天如果东西 要出口到 欧盟去的时候 我当然要去看 你这个国家 有没有健全的碳净价的机制 再来如果有的话 那你在当地所征收的 这个碳费或碳税 就可以去扣底 这个刚才有提过了 那怎么去计算呢 就是说 我一个产品来讲的话 产品计算的碳排 跟企业计算的碳排 概念上是不太一样的 企业就刚才 我刚才谈的 就是范畴123 但一个产品 真的要去计算 它是有点像 按照产品周期的 这样的角度 去思考 它这个产品的一生 它到底碳排会有多少 举例比如说 我们可能要知道 这个产品 它相关的原物料 是有多少 那这些原物料 可能相关在产生的时候 会有多少的碳排 再来生产过程 会有多少 甚至我卖掉之后 我的运输 到底距离会有多远 OK 然后呢 可能我的消费者 大概会使用期间 我会用多久 那用多久的时候呢 这个用的电力的耗能是多少 这个都需要计算 甚至到这个产品最后 可能你是要废弃的 或是回收 整个一整个产品的 这个我们叫这个 产品的这个 这个生命周期 从原料到被丢掉 对 都要计算 所以它概念是不太一样 那相对计算来讲的话 也相对会比较 比较复杂 是 对 那接下来就是依据呢 企业对这个产品的 这个碳排 所查核的结果 那到时候在 如果产品要到欧盟去的时候 它在报关的过程 你就要去做个申报 那就依据你申报的 这个数量来讲 可能就要买相关 概念的一个 就缴征收相关的 这个关税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对 就等于说产品的生命周期 它产生多少的碳排放量 它就呈上了 当期碳权的概念 这个就是它需要 缴多少税的意思 对 没错 那当然我们再看一个 产品的这个生产过程 就是我们的生命 这个周期里面 其实有一件事情 非常的有趣 就刚才有提到 连同你在使用时候 会用的电力 都需要去估算 我们以电脑来计算 比如说 我现在是高项的电脑 我可能就是说 我可能这个 这个耗能比较低 那我可能这个 这个 充一定的电的时候 我可能可以 使用的时间比较更长 所以这个东西 都可以下降 这个产品的这个碳排 因为我在使用的过程之后 我需要使用的 这个电能变少 所以呢 我相对产生的 就是使用的 这个产生的碳排 就会变少 了解 所以等于说 这个产品 这个公司在设计 这个产品 从原料开始 到说 使用者的使用情境 产生的所有的用电量 都需要计算在 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 的碳排里面 没错 这个对企业来说 会不会很困难 因为光听起来 我都觉得 所有的企业主 真的都完全明白 完全可以掌握 他的产品被使用的情境 产生了多少碳排量 但是我会认为是说 虽然这个观念 可能对有一些企业主 或者是一般的听众来讲的话 或许是 不见得那么容易理解 但是我们去想一件事情 就算你不理解这个概念 但其实很多企业 都在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 相关的运输成本 我运输距离越远 我的成本越高 对 对吗 相对来讲 我要节省这个成本的时候 我就要缩短 我的运输的距离 那其实你缩短 运输距离 相对耗能 燃料使用就少了 你就是一种减碳 理解 所以他们大概都理解 减碳该怎么做 应该是说 大家为了探极 两个字 他会要节省成本 那节省成本来讲 其实很多时候成本减少的话 你无形之中 你使用的能源 就会变少 相对就是减碳 那再说 其实我们现在 以所有的电子产品来讲 一定都是强调 就是高效能 那这个效率是越越好 那个用电是越越低 所以这个其实也跟整个的 这个产业的发展 其实是一致的 只是是说 当你现在的 假设要做这样的设计的话 你可能步调早一点 或快一点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与两失 不管你的产品 这个在市场的竞争力 这个消费者使用度 这个喜好程度会比较好 而且相对来讲 你的整个产品的碳排 也会变得低 对 那整个的这个 对公司的好处是越来越多 我们当初在聊说 这个碳交易之下 会产生什么 受惠受害产业的时候 有很大的一个受惠产业 因为刚刚听起来 这个都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受惠的产业 就是像您这种专业人士了 对不对 包括像有些帮人家规划 怎么减碳目标的 像有很多名词永续规划师啊 或是会计师在帮人家计算 这个是很受惠的一个产业 对不对 最近案子应该接不完 是是是 应该是说其实在 我们应该是 这样子看的 就是说 当一个新的概念出来的时候 大家去因应 其实都是需要有人协助 所以因为这样 就是相关的顾问公司 才会产生 对 对 那我们可以理解说 最近其实真的是 最夯 最最最热门的一个产业 就是ESG 是 那ESG来讲 不管是你要去制作ESG的报告 甚至是说去协助企业 去做一些相关的 这个永续的活动跟规划 其实这个东西都 企业都需要 这个外部的 这个 这个 专家来帮忙 是 没错 没错 那接下来是说 那因为现在又是回到的 减碳的这个目标来讲 其实购买 如何购买再生能源 跟绿电这件事情 相对也是 比较是 最近这个 企业组比较需要的 一个一个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也协助很多企业 去做 怎么去规划 订定自己的目标 跟去采购所谓的 这个绿电再生能源的部分 这个都 这个是最近比较常 被问到 那当然这些东西都是 这些产业其实都是相关是受惠的 那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除了刚才这些讲的 这个顾问公司之外 那我们在谈所谓的 碳足迹盘查的时候 这个也要查验单位 去做查验证 因为一个东西很简单 我们今天在讲 我有多少的碳足迹的时候 甚至你买了哪些碳权 这个东西都是要被查验 要被验证的 就跟我们快医师的工作 非常非常的像 对 所以这些查验公司 顾问公司 当然 他是为了站在协助企业 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些产业其实会是受惠 但是呢 除了这个以外来讲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企业 比如说可能跟碳汇相关的产业 这个部分可能也会受惠 就是我们看到有些种植种树的 有种树的这些产业 比较可能会受惠 没错 就是说我们去想象 就是说 好 我现在如果有一片林地非常大 我就放置让它自然生长 这是不是不好 而且这它本来在这个 这个森林本来就会吸收二氧化 是非常非常好的碳汇 对吧 但是其实呢 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是说 如果你正要取得碳权的时候 要经过认证 所以可能你就要定一个规划 定一个计划 就简单讲是说 我到底要种什么树 我要怎么去种 我可以种出来这个树来讲 它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会提高 那我提高这个吸收二氧化碳的 这个能量来讲的话 就有机会转变成是碳权 对 那所以相关来讲说 因为林地的取得 老实讲 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当然可能有一些 就是这个相关是造子相关的产业 或者是说 可能一些产业 它本来就拥有比较大的林地的话 它都可以思考往这个方向 去做这个发展 去不管是这个种树 从无到有 或者是说我们叫森林的这个栽造 去改变里面的树种 甚至是说我们把比较老旧的 比较 老龄啊 年纪大的老龄 年纪大的树 我们去把它这个做一个态换 重整 重整的话 其实这个都有非常好的 一个环保的动作跟一个商机在 那当然其实老实讲 我们以整个减碳的足迹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最终要达到 净零这个目标 最终一定要靠技术 是 什么技术 可能现在有一些叫做碳捕桌的技术啊 副碳牌的技术啊 对 碳中和调 对 因为我们还是要务实去看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会发现一些事情 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环保的事情 那不知道各位听众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 就是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 对吗 就是说除非我们 我们当然我们可以选择 就是我们搭乘公共运出 或什么这些行为的感觉 但是我们日常的生活 其实最根本的需求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 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有一些 这个必要之二 对 该排放的碳 我们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减 对 对吗 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除了有碳会 就是从树去吸收二氧化碳之外 我们当然还要发展一些 其他更好的技术 包括碳捕捉 我可不可以把一些 已经排放在 这个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怎么把它捕捉下 是 那这些技术来讲 其实都是未来会 是受惠的一个产业 但是相对来讲 它也比较要求 所谓的高技术含量 对 对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 值得去关注的 台湾在这个部分的话 你们看到已经有些企业 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了吗 应该是说目前来看的话 像是有 新闻报道有报道 像是台泥 那它就是有在发展 所谓的碳捕捉 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我认为是说 这个技术来讲的话 一定是 随着这个时间来讲的话 这样子产业应该会越来越多 对 因为我们可以理解是 我们一定会从 容易入门的 比较好做的开始做 所以我们可能开始先 开发这个再生能源 对吗 那能源有之后 接下来就能源管理 因为再生能源 我们以台湾的这个 这个地形的特色来讲的话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永无止境的去开发再生能源 那再生能源到某一种 这个开发上线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只能够做能源管理 我们就少用能源 对 对嘛 那再减到某个程度 最终就是要靠这些技术 了解 那刚刚前面一直有提到说 我们国内也开始要有碳权交易所 那目前的时间点应该在第三季 可能就是比较在第三季的后旬 可能九月的时候 碳权交易所也会成立 那你用国外的经验来看 有没有碳权交易所 对于这个市场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好我们应该是这样看 就是说 交易所这个事情 我们还是回到一开始 因为碳权有两个性质 一个强制性一个叫自愿的 强制性的话基本上 它因为都是要符合 自己国家的简单目标 所以相对强制性的 这个碳权的交易 通常是不会有跨国交易的 因为localize都不够用了 对不对 应该是说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就是说我的目标是为了 去让这些表现不好的产业 做得更好 对 那我现在再把这个碳权 去卖给其他国家来讲 那不是更不利 这些企业去做改善吗 那如果企业 我刚才提到 当企业当然他 没有办法承受到 这个这么高的成本的时候 他一定要做改变 对 那可能是外移 甚至他就去做别的事业 也说不定 OK 所以通常强制性的话 是不会做跨国交易的 那自愿性的话就会 那这都影响到 他们的交易所 所做的这个交易的内容 那以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 并还没有走到 所谓的台湾的localize 这个强制性的碳权 对 的这个阶段 我们现在只有碳费 所以当然我们的碳权技术 刚才主要有提到 那可能会是在 这个8月的时候会成立 那初期来讲的话 也提到大概 这个资本大概是10亿 新台币 那可能公司会是在高雄 那交易的这个中心 会是在台北 已经有很明确的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出来 那回应到我们台湾币 还没有强制性的碳权产生 就讲实在一点就是 也没有碳权可以交易嘛 对 没有什么可以卖 还没有嘛 对 所以目前来讲 我们当然听到说 目前它的规划 一定是先以辅导为主 对 那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对的 是说 与其我们 太快去做一个碳权的交易 倒不如还是先辅导企业 比如说怎么样去 这个节能啊 或者是取得一些再生能源啊 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方式 可以创造更多的碳权 这些辅导其实都需要的 甚至如何去购买 国外的资源性碳权 等等之类的 这都需要去这个辅导 那当然呢 如果以最终来讲的话 那其实 这个今天的新闻有提到 是在说 未来来看的话 因为初期是辅导为主 但是最后来讲 还是要所谓的碳权交易 那碳权交易 目前看来是二加一的概念 什么叫二加一 简单讲 第一个 其实就是台湾 都可以是碳权交易 第二个是 可能未来也是会 会去这个 有一些品质好的 可以经过这个查验的 这些所谓国外的资源性碳权 也是可以在台湾的 碳权交易所 也买得到 对 所以国内国外 大概是这两个市场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也会有是说 有些台湾可能有一些 这个自己提出计划的 一些这个 前任前任产生的碳权 那这些部分呢 既不属于这个强制性的 也不属于国外认证的 碳权的话 它也有第三个方法来去验证 然后呢 这个所谓的第三种 所谓的台湾 local资源性的碳权 也是可以来透过 这个平台上做交易 所以未来会是个 2加1的这个碳权 交易所的这个 这个 这个行程 会是这样子 有了这个碳权交易所之后 对于企业啊 或者是说 对于整个资本市场 会有什么比较具体的影响吗 我会觉得是说 相对对企业来讲的话 因为我刚才有提过 就是说其实 不管你怎么去计算 这个碳费 碳税跟碳权 基本上一定都会是 你的成本之一 因为现在讲 除非你有企业 是专门要来做 碳权买卖 来从中获利的 但是相对是比较困难 但是有些国家的 这个法律限制 你也很难 比如说可能未来 可能我们取得碳权之后 或许你就真的就是要 抵用 使用掉 你没有办法再做交 也有这个可能 OK 那回过头来是 这些都是企业的成本 但是呢 与其说 我可要自己 到国外去 找合理的 这些可能是 这个代理商 或者是国外的顾问公司 才能够买到 这些国外的 这个探权 这些探权 来达到我自己本身 或其 这个法令规范的 一些目标的话 那我可能 更容易就是在 台湾的探权交易所 就买得到 相对所以比较容易 那也有品质 那我也相信 相对的成本 这个相关的 这个手续 手续啊 交易成本 会相对比较低 所以这个东西 对企业都是一个 非常好的 一个事情 今天的节目 非常谢谢 黄恩会计师 来帮我们讲解了 很多探交易 这个时代的新概念 然后我最开心的部分 就是你讲的话 大概有八成 我都听得懂 那我还有两成 要改进 上集的部分呢 其实快是讲了很多 就是包括我们的 探交易之下 有探定价的概念 探费探税跟探汇 或者探权交易之下 这个名词的解释 还有对企业的成本 企业的因应 知道会有造成 什么样子的影响 然后他也盘点了一下 大概受贿跟受害的产业 大概会是 什么样子的面貌 那下集的节目呢 我们会请到我们MDJ的团队呢 就个别产业 个别公司 有比较受贿受害的公司呢 做一些盘点 再细数给大家 好那就下周见咯 拜拜 谢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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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